什麼 由东京 Let's go 啤酒30分钟免费喝到吧 Sandori五藏野啤酒工厂 成熟大人的你 最喜欢喝什么样的酒呢 绵密又细致的泡沫 和层次丰富的麦芽香气 是啤酒吸引人的最大特点 但要得到一杯好喝的啤酒 需要的可不只是这些 更重要的是优良的水质 日本国民品牌Sandori 选择在五藏野设立啤酒工厂 就是因为当地天然的深层地下水 导览员一开始会先带大家看影片 了解制造啤酒所需要的原物料 接着带大家参观酿造工厂和除酒空间 原来啤酒一次除藏的量竟然这么大 真是太惊人了 整个导览过程大约40分钟 虽然导览员全程都是用日文进行解说 不过啤酒工厂也有提供中英韩的语音导览APP可以下载 不用害怕听不懂哦 导览结束后就要来到大家最期待的30分钟免费试喝环节啦 导览员会带大家试喝三款不同风味的啤酒 还会附上小点心 喝到喜欢的啤酒也可以再续杯 看到工作人员在啤酒杯里倒出完美的泡沫 阿末光是用看的都快冻没掉了 试喝完后也可以到一旁的伴手礼店购买周边商品 各式啤酒啤酒杯及下酒点心应有尽有推荐给大家 最后小插播 阿末最近看到桑德里官网公告 应定期保养维护 馆内暂停对外开放 想要前往的朋友可以直接点击影片资讯栏内的连结 进入官网查询最新的开放状况哦 免费夜景首选 东京都庭展望台 文京CV Center展望台 东京都庭是东京都的行政机关 部分楼层设计成展望室 免费开放给一般人参观 整体建筑物分成南北两栋大楼 在45楼都各设有一间展望室 高度达202公尺 南北两侧可以看到的风景有些不同哦 东北方向可以看到日本第一高塔秦宫塔 转头望向东南方向能够欣赏到东京铁塔 另一边还能看到西新宿的高楼群及富士山 虽然南北展望室都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日景 但想要眺望浪漫的夕阳及灯火灿烂的城市夜景 可是只有在南展望室才有哦 若是担心刚才东京都庭的人潮太多 阿牧还有一个私房景点 位于东京巨蛋旁的文京Civic Center展望台 抵达展望台后 东侧同样能够看到晴空塔 西侧的新宿高楼群及富士山美景 这里比起前面的东京都庭能欣赏到的角度更加宽广 人潮也不会来得这么多 推荐给大家 大家搭过河船吗 在东京的江东区恒时间穿清水公园内 河船之友会为了保存传统遥传技术和推广河船之美 便规划了免费搭乘河船的体验 抵达公园迁到后就可以到一旁挑选救生衣 等候上船 如果想尝试自己遥传航行 在登记的时候主动说明也是可以哦 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里 能在河上惬意漂流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呢 亲子出游最怕小孩子觉得景点不好玩 家长又不方便好好的趁机休息 来到江户川区自然动物园 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小动物 像是企鹅 土拨鼠 天竹鼠 还有绵羊 这里通通都有 动物园占地虽然不大 但小巧而精美 最大的优点啊 就是可以免费入园啦 园区内设有小动物接触区 能和他们亲密互动 但要注意啊 别太兴奋大叫或用力拍打 造成小动物们受到惊吓哦 这里也有海狮喂食秀等活动 可以在官网上确认时间 一整天下来花费不高 孩子们也能充分享受旅游的乐趣 推推 打卡天皇的家 皇居参观 日本是东亚地区 少数还存有皇室制度的国家 在国民心中 皇室可以说是地位相当崇高的存在 而天皇所居住的地方 就被称为皇居 这样神秘又神圣的地方 大大引起了平民们的好奇心 现在只要事先透过网站申请 就算啊身为观光客的我们 也能轻松前往参观 一探就近哦 要注意的是 皇居一天只开放两个时段 分别为10点及下午1点半 参观时间啊 大约75分钟 如果没有事先预约 也能在当天参观梯次 开始前的一小时 到参观的集合地点捷耿门领取整理券 填写好参观申请书后也能进入哦 参观前大家可以下载导览APP 支援英、中韩等多国语言 阿莫简介一下导览的内容 首先参观的第一站 会来到日本古代江湖城 所保存下来的富士建鲁 鲁是古代的建筑物 主要用来瞭望远方及防御敌人 据说啊能从鲁眺望到富士山 才以此命名 接着会来到宫内艇外部 许多重要的仪式 例如天皇的婚礼 内阁总理大臣任命仪式 都是在这里举行 中间站来到了座高16公尺的松枝塔 以坚毅不拔又长寿的松树为意象 寓意着日本国运昌隆 而最接近日本天皇的 就是这站长河殿 每年的国历新年 及天皇的生日 皇室成员们都会在此接见民众 再来经过正门铁桥 又称为二重桥 各国宾客来到宫殿拜会天皇时 也都会经过此地 参观完一圈后 便会回到原点捷梗门 皇居参观的行程 特别推荐给喜欢日本深度文化的朋友们 童年卡通大集合 山柄动画博物馆 位在西迪洼的山柄动画博物馆 并不同于其他的博物馆 为了特定的作者或主题而设置 这里的展示包含了所有的经典动画 馆内除了介绍日本动画的演进史 及制作原理 还完整的复刻了作家们的工作场景 部分展示区也会介绍最流行 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动画 内容会随着季节及时间来做更替 馆内还有许多动漫模型 及体验展区 能让人更加深历其境 是超赞的免费景点 快来这里寻找看看你喜欢的角色 有没有留下足迹吧 钢弹迷的天堂 台场钢弹声光秀 钢弹迷一定要朝圣的景点来啦 位在台场的DiverCity Tokyo 购物中心户外广场 有个超吸金 1比1等身大 18公尺高的独角兽钢弹模型 自2017年正式亮相起 就有着超高人气 到了晚上还会搭配灯光特效 表演精彩的变身秀 而购物中心内7楼 也有开设东京钢弹基地 这里会不定期的举办 各种钢弹主题的特展 同时还有展示钢弹的历史及模型 简直就是钢弹迷的天堂 超人气亲自体验 美乃滋观光工厂 日本美乃滋品牌QB公司 在东京仙川开设了免费观光工厂 在这里随处都能看到 超可爱的吉祥物QB娃娃 工厂内则会导览关于QB的历史 还有美乃滋的由来、制成 以及亲子同乐的美乃滋料理体验 藉由搭配调味料的方式 让挑食的小朋友也能吃下蔬菜 然后因为是采完全预约制 加上又是热门行程 所以至少要提前一个月上官网预约哦 不论是亲子或喜欢QB的朋友们 一定要来这里看看 你知道不只是大自然里 就连我们的人体里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寄生虫吗 木黑寄生虫馆里展示着日本海内外 高达300多种寄生虫的标本 及相关研究资料 在这里可以了解寄生虫的生命周期 寄生环境 以及各种实体标本 看到这里 大家的表情是不是一言难尽呢 其实借由馆舱 也能够了解到人体部位会有哪些寄生虫 让我们可以尽早预防及治疗 还是挺有教育意义的啦 虽然是免费景点 但为了维护及营运 官方也有设置捐款箱 可以让民众自由乐捐哦 今天介绍的景点 大多都能从车站徒步抵达 不必担心地点过于偏僻 大家可以把详细地址截图下来 只是要留意各设施啊 可能会不定期保养维护 暂时不对外开放 所以出发前务必在上官网确认最新消息 如果有其他推荐的东京免费景点 也很欢迎你留言与阿莫分享哦 最后记得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莫克玩什么 最新最实用的旅游资讯哦 我们下次见